我用一个说大话的方式 或者说我说了一些是一个陈术 但这个陈术对应不了真假的 都是对应不了真假的 你是信我而已 如果你中间要一个逻辑 保证我所说的快乐与不快乐 要去保证的话 在这个形式之下保证不了 意思就是说 装置背后含义就是 我告诉你是不是快乐 但你又不是我 你不是我 我告诉你是不是快乐 那凭什么你去接受我是快乐 或者反对 都是没有一个必然理由的 你觉得快乐认同就可以了 你不认同 那都没有办法 是吧 因为中间拿不出一个 去保证的东西出来 去保证的 那装置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去回答违斯 就是说你不是我 那样呢 就说 怎知道我 不知道鱼是不是落呢 就是说 我告诉你 鱼是落的 是吧 那样 你说我未必知道的 不知道的 你怎样知道呢 那样 那么 那那那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陷入一个两栏里面 你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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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真空的汗去去塗水 然后逼我用过去 用过進生的汗去塗水 给你 不足清的 就不行了 大家不能不能 tor desse東西 对不对 好了,维斯不服气,觉得不满意,他说对了,我不是你,他承认了,维斯很坦白,一是一是二是二的,你可以当装置股, 我觉得不是,但起码L模式就是说,清晰,一是一,二是二,他真是不知道,老实说,我不是你,真是不知道,如果你跟我一起去自然静院,自然静院有个水池,不是,那个叫南连远池,南连远池就是自然静院下面的公园,大家去看鲤鱼,然后就说,哎呀,鲤鱼真是快乐了,我们去咬吧, 那我会很坦白跟你说,我不是你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快乐,是吧,不知道你觉得鱼快乐是不是真的快乐,OK,好了,然后说我是不是你,所以呢,我就不知道你觉得鱼快乐不快乐呢,是真还是假,我保证不了,既然间是这样,你又不是鱼了,所以呢,我认为你都是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了, 因为你不是一样东西,因为你不是一样东西,于是乎,就不会是了解那样东西的感受,OK,这个是他觉得同意的,他很坦白的,然后呢,他就想用在装置那里,既然间你又不是鱼,即是你不是这样东西, 你也应该不是知道鱼是快乐的,这个是一个类比方法来的,在逻辑里面有一个类比方法,即是一样东西比喻另一样东西,那这个类比呢,也是一个推理来的, 他就想这样说,那明白了,传议清楚了,咬完啦,很清楚了,结论就是,你不知道啦,那样东西就说了, 那样东西就说了,传奇本,慢着先,翻转头,你说,我知不知鱼是不是快乐,即是你问我,你怎知鱼是不是快乐啦, 那样东西就说了,他说你已经知道,我知,而问我,那我告诉你,我就是知道,在这里啦,那这里有一个斟酌的,就是究竟装置是否冤枉了, 韦斯,说,韦斯知道了,你都知道了,你炸帝来问我而已,那我就会用一个呢,就用一个背景,第一就是, 其实我有家袋,我看着,我看着,就是,你约个朋友去游山换水,是不是很happy先,happy,那你看到什么,是不是很happy先, 你看到那些鱼游来游去,那是不是很happy先,这样,张子说,见到那些鱼游来游去,很happy,那有什么问题呀, 是吧,然后张子说,喂,大家都,大家老友,先出来玩,先出来wrap,先出来happy, 那之后我就说,我很happy,那样,我见到那些鱼突然间觉得很happy,即是它一直都happy, 然后它觉得,啊,那些鱼可能都很happy,啊,鱼一定是happy,happy happy,那样, 可能它见了两条鱼,它觉得,喂,这两条鱼正正就是friend来的,可能不是两条鱼怎么会游在一起,是吧,那就是很happy,是吧, 然后呢,就觉得,啊,即是鱼是快乐了,那我就觉得,你都知道,大家一起玩是很happy, 实际上你都觉得我很happy,是吧,你都知道我觉得happy,那我说那些鱼是happy, 那你就知道我知道那些鱼,你就知道我觉得那些鱼happy,是吧,这个不知之, 然后你又问我,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那些鱼happy,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见到觉得happy,是吧,那那个状态是这样的,即是说, 就是说,庄子说,大家都唯有happy,在一条桥那里上心落实了, 那你都知道大家happy了,原来才问我,那我告诉你,在哪里知道, 怎知道你们就争择了这件事那里,啊,那样解?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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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那我正想就是, 带出呢,就是帷斯,一直是R模式,到很第的,要搞清楚,你们不要陷慕计词,对吧, 我们说 Yummy嘛,首先它对R模式,是的吗,是吧, tragedy,你怎么知道先,あり了, 好友,啊,啊,我说,on邏輯先,好了,是不是, sost变好呢, 又 yah,聘得了,是吧,那么,त capturing,所以 non seinemaranluagai, 终究竟是,首先它知道,吠斯这样的模式,是吧? 不是,他怎麽去問,怎麽去問他,你不是我,你怎麽知道我不知呢? 他有L模式,然後他亦有R模式,R模式就是會特別留意整體和部分的關係 他整個交代了,就是有個地方,就是我在這個地方,在這個橋那裏 橋下去,橋你當然是看下去,用視角去看的,有個景,我可以畫一幅畫出來 有個景在那裏,這個景其實就是R模式,他這樣說 其實就是要交代一個景出來,一個狀態出來,狀態我們叫做一個整體來的,其實不是一個部分來的 他就將自己的部分,這個景這樣,當然我們講莊子,莊子,莊子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我們這樣說的時候,我們當然要講大一個就是,他直接把自己和宇宙放在宇宙裏面 不只是在一個橋,不只是在一個宇宙裏面,天人合一 所以,既然天人合一,就不是說你有你,我有我,而是 那些魚就是我,我就是那些魚,我覺得那些魚發落,那就是魚就發落了 合一了,是不是? 是不是? 縮集了就是,指與我之間的距離,那個關係,把它統合起來,擺成整體 這樣的意思,有沒有補充呢? 有沒有其他的看法呢? 那如果你在L模式呢,我就經常看到,因為我們讀些書呢,很多都是L模式 就是你這樣一邊咬邏輯的東西,然後呢,是啊,做了論證的,知道嗎? 是啊,邏輯論證的,一邊亂亂亂亂,我想如果這樣咬下去呢,幾世咬不完的,那個論證 那可以,沒有所謂,都可以,即是說,L和R我們可以同時運用的嘛,但除了在L模式 邏輯之下,它轉的話呢,我們可不可以用R去理解裝置呢?